剛剛去哪裡 剛剛這一首歌叫什麼名字 你要不要跟他們Q&A 剛剛這一首是歌 我還沒問耶 我們剛剛那首歌叫什麼名字 大家都知道吧 阿里山是歌 但是到阿里山要坐什麼小火車 這位老師 去阿里山要坐什麼小火車 你不是把答案講出來了嗎 他不是有名字嗎 對啊 還有一個比較專業的來 我們這邊有沒有人知道 到阿里山 剛剛那首歌叫什麼名字 阿里山之歌 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 高三清對不對 可以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是要考李老師 因為我心想說他大概知道阿里山沒有坐過阿里山的什麼車 他要call號他少了兩個字 來 你call號一下看誰要救你 來來來來 生靈小火車 來大聲一下 來 生靈小火車 對 生靈小火車 請問 生靈小火車從哪裡到哪裡 好難 兩張 一百三十週年紀念車票兩張 生靈小火車從哪裡到哪裡 這位大哥 這位大哥好像都知道 你是我們台鐵的人 你不是我們台鐵的人 嘉義到阿里山 嘉義到阿里山 嘉義到阿里山太籠統了 好 對 來這位小姐厲害喔 來你大聲講我們 森林鐵路從哪裡到哪裡 嘉義的北門站到阿里山 阿里山站 阿里山站 你常常去嗎 你只去過一次 這裡面有沒有常常去過的 三次 這位我們台鐵的那個老前輩對不對 對 好 今天我們 我們其實沒有重金聘請 我們是非常非常感謝怎麼樣 李老師率領這45位這麼優秀的 是沒有拿我們一毛錢的 真的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這台灣你沒有坐台鐵 是很難得 大家都有坐過台鐵 李老師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說我也是台灣人 對不對 我有坐台鐵 所以我現在用音樂怎麼樣 給台鐵一個怎麼樣 特別的生日禮物 所以我們第一個 非常感謝李老師 當然我們要請我們的大隊長 來代表我們 跟李老師怎麼樣 說聲謝謝 也謝謝後面這45位團員 對 後面還有一個曲目 我知道 但是我們要先頒獎給你 你還可以繼續 李老師很緊張說 我後面還有更精彩的 想不想再聽 我們可以UNCLE好幾次 到六點這樣子 好來 歡迎我們台鐵文化志工隊的 余秋玲余小姐 今天的節目讚不讚 要大聲一點 讚 感謝大家 我們台鐵文化志工隊 對 從六年前成立到今天 那當然就是呼應我們台鐵 今年130週年 我們特別舉辦這樣子 一個音樂會 其實我們每年都在辦 不管是大型的小型的 那今年是特別大型的 是這樣子 而且今年的水平 最好 最高 其實都很棒 其實都很棒 我這樣講錯了 今天我們真的特別 不一樣的是管弦業 我們晚年是合唱團 對 對 那當然台灣鐵路 到今天是130週年 如果沒有前輩的話 也沒有今天 對不對 所以我們題目就是叫 向前輩致敬 今天台灣的鐵路 如果沒有前輩 沒有我們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的台灣鐵路 是一個環島 非常有名的 到目前為止有229個站 229個站到今天為止 那但是我們的員工 只有13000多人 所以說呢 一天要服務60萬的旅客 所以也蠻辛苦的 那當然我們今天最榮幸的 就是能夠邀請李指揮老師 帶領他們的展翼愛樂 是青少年弦樂團 那我們非常謝謝他 所以我們現在要發一個 對我們現在請問 在場的有沒有我們台鐵的前輩 舉個手 我們台北的那個服務人員 就是你曾經在台鐵工作過的 你可能是司機員 你可能是公戶段 你可能是機戶段 都可以 沒有嗎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 我們向前輩致敬 如果你有聽到 你的左右鄰居 他們剛好台鐵人 希望他明年來參加我們的 向前輩致敬 好我們現在要請我們的魚隊長 製正這個感謝狀 謝謝李老師 也謝謝後面這麼優秀的小朋友 真的好謝謝他們 李老師我們聽你們演奏以後 哇 哇 在場有沒有鐵道迷 一定好怎麼樣 好興奮好羨慕 李老師你可以轉正嗎 不要 不要 對不對 等一下再等130 再等130 再等130 再等130的轉正 這個覺悟己有的 台灣所蒸氣火車的圖壇 好 哇 如果你孩子還沒有學音樂 看了李老師的這個 管學樂團 你就想說 好今天回去馬上怎麼樣呢 報名參加 好 來最後我們還可以壓軸的 對不對 非常感謝 謝謝